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黄瓜具正经的做法 先把黄瓜用刀背拍扁 再斜着切段 这样子改刀可以使黄瓜更好的入味 全部装到盆子里 加一勺盐 一勺白糖 摇晃一下盆子 把调料摇晃均匀 腌制五分钟 一是为了撒一下黄瓜的水分 二是为了更好的入味 准备四瓣大蒜拍碎 然后剁成蒜末 放在碗中备用 四个小米椒八根切掉 然后切成米椒丝 把米椒纸去掉和蒜末放在一起 碗中加入5克生抽 5克香醋 5克香油 一勺油腊子搅拌均匀 黄瓜腌好之后 控出水分 把调好的酱汁倒进去 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装到盘子里 美味继承 黄瓜这样做 开胃又下饭 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道菜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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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